这次的九份之旅安排的行程之一 爬茶壶山 我们预计搭车到劝济堂停车场 走一小段路到步道入口 经过招保停后直达茶壶山顶 接近正午的烈日真的差点没把我们晒干 最后我们用了偷吃步的方式空底 嘿嘿 大家能够容易骂我 到达第一个稍微可以看景色的地方 恶固后继续出发 在招保亭休息一下 边走边欣赏美景 距离山顶不知道是490公尺还是1490公尺的地方 有一段路比较难走 是充满碎石的坡 过了这一段路到山顶前还有一个观景平台可以稍作休息 然后我们就在观景平台开大绝 红排鸡宫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找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意外可以直接看到黄金瀑布 下午到了酒份当然少不要老街的行程继续吃 今天我们三人入住不厌情民宿 booking 9点3分 会选这间是因为它房间特别大而且是加大双人床 最重要的是我打算用空拍机从房间经过阳台飞向大海 脑袋已经幻想好这个美丽画面就给它定起来 民宿一楼是早餐区 我们住在四楼要爬楼梯 房间外面就有饮水机 而且旁边就是员工宿舍 感觉他们很幸福 打开门后 我的想象终于可以实现了 想象着一镜到底飞向海 结果有玻璃 而且空拍机讯号薄容 飞不起来整个失策 阳台有躺椅 拍美照时间 在房间 阳光洒落在房间 夹大的双人床 房间的设备很齐全 房间的设备很齐全 厕所的被瓶在下方 干湿分离的领域间 房间的黄光让人觉得很放松 用餐环境十分舒服 还有书可以陪伴 现做的早餐很有温度 当然相机要先吃才行 美好的假日总要伴随着咖啡时光 旅程的尾声就决定在小巧温馨的 sip咖啡画下酒份 放到最空之旅的据点啦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